看看复活街的东西 有各种兔子 各种小兔 各种颜色的小兔子 然后门口也有大兔子 HAPPY EASTER EASTER HAPPY EASTER 这种 HAPPY EASTER 复活街 现在全美的鸡蛋卖的很紧俏 因为鸡它是需要时间 全美的老母鸡需要下蛋需要时间 现在新的母鸡还没有出来 复活街是需要很多红鸡蛋的 各种鸡蛋滚彩蛋 各种颜色彩蛋 I BEAUTY WELCOME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厂家是挺惨了 没人恰呢 恰呢 这是中国造的 看看旁边 又恰呢 这些乌尔玛是百分之八十九十度中国产的吧 这种小小小的东西 这是 福和节的彩蛋 兔子 各种都是有做这种 中国藏 所以现在是 福和节可能就是 还会买 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吧 就是各种糖 福和节的糖 现在经济是要进入那种大的萧条 这彩蛋 福和节彩蛋 富和节的彩蛋 兔子 看看这个 这个牛牛 牛牛 East 中国菜 还有这种 刚浮出的小鸡 小鸡 这肯定中国惨了 中国什么都会惨呢 本来这是一个 现在是 应该是个旺季 就是生产这种 这种兔子这种东西 产品呢 产品呢 这个是啪啪响了吗 一块钱 没得恰了 这中国知道了 啪啪儿 上面有俩熊猫 这边看都是糖 各种糖 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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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呀 彩蛋 还有这种金兔子 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 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 中国人做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 这种金兔子 这Made in Germany 这是德国造的 看看有说不一样 看走眼了 看走眼了 这是有彩蛋 德国造的 卖的贵一些吧 意大利 意大利 这是意大利买的 这是意大利的 他们也生产 但是他们生产一些比较高档的 这是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 就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跟前面那个 就便宜一点 这边就贵一点 这种巧克力 巧克力 爱个巧克力 没得应该 这是英国产的 你看 都不一样 过去我们生产的东西 它 没有那么 带来的附加值 不是很高 Cookie KM 中国生产了大量的 产品 这是中国产的 小桶 各种这个 做的很好看 这是中国的 中国的 中国的 德国的兔子 意大利的 这个 英国的 大的 人的 这是中国彩蛋 一块四毛八便宜的 五块九毛八 这种彩蛋 这是中国彩蛋可能性比较大 中国彩蛋 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复活节彩蛋这些礼物 这是张老东在怀俄明州 Casper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Welcome这些东西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你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恢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拜拜